真的好喜欢叶书华的上班状态 有一种不顾老板死活的美 有一次组合集体给老板打电话 问他最喜欢哪个成员 老板回答说宋雨琪 气得叶书华当场把老板给开了 节目组让大家用五个字形容Pube 其他写四个有看戏的 还有帮着晚尊的 也有叶书华一出手就是一句实话 吓得咱娘差点把删除剑给按烂了 任着经纪人就在边上 叶书华也能对公司发起致命攻击 某次经纪人送叶书华上班时 把车停在了一栋正在施工的大楼前 叶书华误以为到公司了 一下车又发出十分美妙的感叹 当叶书华试图在公司做心态 签问了职员公司挑选练习生 都有什么要求 职员表示闭嘴巴 本来上班就烦 公司的墙上还贴着练习生专栏的文章 给本土练习生当作业务思想培训 给海外练习生当成韩语阅读理解 已经出道的叶书华 看到这个东西表示 这是他练习生时最讨厌的没有之一 之后叶书华还和公司现有的练习生见面 一通寒暄以后让他们提出对公司的意见 他可以帮忙传达 没想到练习生吐槽起来也是毫不客气 Q穷到要倒闭的人设一点都不到 但让叶书华没想到的是 以他更敢说的还得是真的打工人 职员说不符合公司的练习生会被劝退出 愚人道主义会给他们介绍其他娱乐公司 叶书华听了以后感觉特别残忍 但职员安慰人的方式真的非常硬核 很好 现在职员最担心的问题 不是明天能不能挖到新练习生 而是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呼吸而被老板开除 这么尴尬的场面 怎么会被叶书华遇上三次 真的五年白干了 当叶书华在汉征房打工时 遇见了一群小学生 本来以为这个问题到此为止了 没想到小学生还能在他面前热舞了一段蓝胡子 就这样 叶书华被迫看了一段女团舞 随机挑战 接下来遇到的两个小姐姐 终于像认出她的样子 还热情地请她吃烤红薯 但一开口说出的话 竟然如此冰冷 叶书华我傻眼 真的傻眼 这个吃别的表情 我上一次在叶书华脸上见到 蔚蓝的冷笑话给整吴语了 书华你会冷吗 会冷的话去抢脚吧 那有90度 书华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 给点吴语到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难怪叶书华的直播风格 是一个逐年黑话的过程 面对黑粉在自己直播里 跳来跳去 叶书华更是毫不留情的回击 最后黑粉说她直播太吵了 要她不要再大喊大叫 叶书华可谓是灵魂质问 当粉丝对她说 没有刘海更好看 叶书华主打的 就是一个叛逆 没有刘海更好看 没有刘海更好看 这是我意思 这是我意思 日常对话方式 像结了你和你冤种姐妹的日常 说阿姐姐我近视了怎么办 时间里看不出多数 看不出电视 占眼睛 去治疗 还要我教 咱就是说下次叶书华在做街坊的时候 能不能把我空头过去 不会跳queen car 当时只以为叶书华说的是场面话 直到看到他摔倒以后大家的举动才明白 这都是真的 不管你们怎么吵架你们粉丝之间我们个人的粉丝什么你们吵架 其实我们成员感情都比你们想象之中好 当时叶书华正在直播 有一位黑粉在其中留言 试图挑拨他和宋雨琪的关系 用肥猪这样的字眼羞辱他 怎么死的 走 不要看 但叶书华不想 因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让粉丝之间挑起争端 于是说了开头那段话 无论维粉之间怎么吵架 爱豆之间的关系 总比你们想象的好 当开始 大部分人都以为 这是叶书华 为了维持饭圈和平 而说出来的场面话 直到去年11月 爱豆在智利演出时 发生了一场意外 当天主办方没有考虑到天气原因 导致演出刚开始就天降暴雨 里面还夹杂着大块的冰雹 据在场粉丝所述 块头大的 如一把工人休息的帐篷给砸穿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主办方依旧不叫停表演 导致在舞台极其失华的情况下 叶书华不小心摔倒在地 在他身后的 迷你一颗伸手去扶 站在旁边的成员健壮 也都过来帮忙 让叶书华艰难起身 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了 当叶书华在演唱会 体力不知晕倒 宋雨琦第一时间将他扶到了台下 还在致辞的时候 一直站在叶书华身边 给他做支撑 轻拍他当作安慰 还有一次 叶书华在直播时 有人留言问在粉丝和宋雨琦之间 你选谁 如若换做其他偶像 碰到这样的问题 可能打个哈哈就过去了 但叶书华敢正面回答 并且选择了宋雨琦 所以说 与其单凭一些流言蜚语 就揣测他们关系不好 不如来看看这些实打实的细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